饮食是维系人类生存的最基本条件 如何吃出健康是我们要学习的 佛教有日中一时 伊斯安教也有灾戒月 两者都是引导人们少律尽心 佛陀注释时带领僧团外出脱波 波是应量器 剁量自己一日所需分量 最多只能脱波七户 即使不足也要感恩知足 一天只吃一餐 足够维持体力即可 不讲究美味 把精神专注在修行上 世界的变化很大 我们是很难去预测它 也很难心思口意 不过我们要调节我们自身 或者养入我们自身的话 有几个方式还不错 就是提倡素 我个人的素是简单 单一 清淡清爽 当然我们能够提倡不杀生 也就是慈心 这人要有善良的心 减少杀害 有些要保护动物 那有关于素食的问题 其实我个人也还蛮重视 就是单一清淡简单 你被素食拿出了满汗全息 其实你还不是把身体给弄坏了 所以我们为什么打坐 然后过五不食 然后吃了食物了 能降低 减少 我们的身体会很轻安 现代人想尽口腹之欲 却常吃出一身病来 俗话说 民以食为天 饮食是人类最基本的生存条件 没有衣服穿 没关系 但如果没有饮食 我们就不能活下去了 虽然说 吃很重要 但美食却不等于健康 所以我们对于饮食的观念 应该要有所改善 如果饮食贪污节制 过度讲究精致 或暴饮暴食都会伤身 十方新闻记者 蓝衣容台北采访报道